有一年 美国在洛杉矶召开了作家的峰会 许多作家应约而至 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炫耀他们的作品的时候 只有一个衣着朴素的女人安安静静地坐着 微笑着在倾听着 他身边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 喋喋不休地向他吹嘘自己一百多部的作品 最后他被问及有几部作品的时候 因为这个男的不停地就跟这个女的问 最后他问 夫人 请问你有几部作品的时候 他微笑地说 我只写了一本书 他身边的这位作家立刻得意起来 又问他 啊 夫人 您写的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 他只答了一个字 Gone with the waiting 飘乱 乱世佳人 那个作家立刻 羞愁愧地不说话了 这个女人就是 Margaretian Mitchell 她用自己的谦虚微笑 向世人展示了 她收敛自己光芒的 人格魅力 人格魅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